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现场 我们继续来探讨 刚才我们听到了北山国中校长讲了这样这一套 让我们感觉到有一个蛮多的一个想法 其实最重要还是校长跟老师有心 有心在这个区块上面才有办法去做 你才能带领着孩子们一起去做 那你如果说校长跟老师无心的话 你怎么去做就做不起来 总是再多的器材补助给你也没有用 事实上还有一个引发一个想法 就是刚刚也已经提到一个 我们把这个结合在教育里面 我不晓得叶玉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上一次有一集谈到青年回乡 你还记得吗 那个有一个专家告诉我们 他说过去我们的教育 只教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在都市生活 从来没有教过说如果回乡的话 他本能在哪里 没有让他有过这个教育 所以我们很担心的就是说 当他们在都市没法生活的时候 回来以后他们有一机之长 如果像我们这样能够回乡再利用 比如说种那些东西 种玉米 种一些蔬菜 种一些草莓 这些可能是他回来的一个本能 因为现在我们南投县是一个引农立县 引农立县大概老人家都老了 他必须要回来照顾老人家 那照顾老人家他必须要有一机之长 那回来搞不好就因为这样子 曾校长你教育出来的孩子回来以后 就能够真正的创造出更好的像议员讲的可以赚大钱 好我想这些都是能够引发很多的一个状况 那刚刚院议员讲到说 其实我们怎么样请行政单位来支援各学校 怎么样来推动能够真正达到这个效果 你有没有特别的看法 我还是一样类似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其实已经有一个示范点就是以北山国庄为例子来讲的话 教育处应该可以规划南投县辖区内的管辖的学校 来做一个观摩会来做一个示范 然后让这样的一个技术 让这样一个做法甚至可以拟定出一个SOP出来 然后慢慢来推广下去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除了县内教育处他可行的范围范畴以内之外 我觉得应该也是有机会比如说 是不是可以利用 当然这是我是天马行空 比如说行政院的院会 县长上去台北的时候 或是我们各县市的教育的首长的会议的时候 来跟教育部来跟卫生署 相关的中央主管机关 来把这种发想提出来 然后甚至结合县内或是其他各县市的立委 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说这样才能由下而上 然后点线面 然后把这可能的无尽的方法把它推广出来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工商社会 你看环境都越来越糟糕啊 你看温室效应啊 然后像我们南投县境内 包含台中商话所谓的PM2.5都越发的严重了 除了学校对学生的教育 这个可以潜移默化到他这一辈子以后的观念之外 那么也有可能对我们做到环境来做一点 小小的贡献 那这样慢慢的推下来 我觉得我们的百姓其实教育水准都够 然后那观念其实也够深入 那我相信应该会越来越好 不过这个就是要从点开始做 那最主要还是我们行政单位要怎么去 去琢磨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感谢我们的业议员 其实现在每个学校学生越来越少嘛 少子化以后就这样子嘛 但是校园是一样大 所以空出来更多 可不可以这样做 我想刚才宜君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可不可以去推示范学校 让大家能够跟着一起来做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宜君业里面有其他的特别的看法 我觉得宜君业你有很多的概念是非常好 其实能够引发很多很多我们行政单位可以去做的 听听您的意见 我想各个学校都知道嘛 在幼儿园里面有所谓的那个卓越金纸奖 银纸奖 那只要得奖的学校呢 势必接下来就是会有一些研习的那个机会 然后其他学校会来观摩 那我的意思是说 在不造成学校的学生的课业的影响的情况之下 那我觉得可以来跟其他学校做分享 那但是如果说只是大家都来上课 上完了课然后大家就回家了 那我觉得这样也没有意义 我还是觉得要做那个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能先可以先询问一下 不管是我们的国中或者国小 如果有学校本身比较有意愿做的 那是不是可以来办一个类似参访之旅 就不是强迫的啦 你本身有意愿嘛 那我相信这样子的话来学习会更有动机 那校长可能带着主任或者是说 学校里面比较有兴趣的老师来参观 那参观之后可以跟学校讨教 那之后呢就大家可以开始做 那当然刚刚讲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有人指导 比如说这个国性校图团的这些人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请教 北山国中的校长之类的 然后一段时间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再解决 那慢慢比如一个学期之后 我们来看这个效果 我觉得就是先从一个学校开始做 等于是说从北山国中复制出另外一个北山国中之后 那大家就会有信心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说什么都要他很快这样子 可是有医院的学校我觉得我们优先补助 然后也要给予辅导 那看到一个成果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实际 是谢谢义军议员 我想其实我们都希望新生单位能够去推动 所以给厨长一个建议 如果参加的考级就先加等于 这样子就会有动机 好厨长听了我们议员的建议 你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事实上我们觉得说 有没有办法让校长跟老师去认同 是非常重要的 您的看法 其实以现在的话 目前世界各国的趋势里头 我想环境教育还有像这种环保资源在利用的话 其实应该是各个国家 现在几乎是所有先进国家 大家都很共识 然后所以因为我们大家对于说地球这个环境 所造成的影响 也造成说一些温室效应 可能说人家讲说可能会造成以后 地球的寿命会变短等等 那其实这个几乎是一个 在教育上很重要的课题跟趋势 除了北三国中之外的话 那其他学校他们只要有意愿 我们这边一定会尽可能去鼓励他们来做 那因为每个学校 他们有些社区发展特色不一样 有些校长喜欢推体育 有些喜欢做工程等等 那但是我是觉得 我们先慢慢说请曾校长 因为我觉得上次我听完他演讲 我觉得我蛮感动的 好像你那边也有光碟嘛 我们也可以说把那个光碟提供给各个学校 说让他们去参考一下 我觉得其他学校应该看完以后 应该会心有机器人 也会有一些想法推动 那有一件事情 我倒是想利用短短两分钟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其实本身学校这种做法上 我们可以看到 我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它的前岸有一个叫迪扣法的 一个社区不到一千人 可是他们标榜说 他们除了啤酒之外 其他都是他们自己那边生产的 包含里头的饮用水 或者说那边灌溉用发电等等 因为像荷兰我们知道他们是以一个绿能发电为主 他们整个村落他们是标榜出的啤酒是进口之外 其他全部自己自助 所以他们的话就是说他们的是用雨水一个回收在利用 那所谓的电能的话 是就是透过风车跟那个屋顶的太阳能 那也相对的他们那边所有的废弃的那一些树木树枝等等 他们绝对都拿来当肥料 我觉得像这个部分的话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先进国家 他们也是以这样子的发想在做一些绿能方面的一个资源在利用 您觉得说我们南投县的各学校 您觉得这样推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就很实物面来讲的话 因为少子化也造成说学校人力不够 那孩子主要来学校是读书为主 那所以我觉得不可会言的 许多学校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就是交给把它当成非器物处理 对学校来讲是最省人力 因为小朋友他万一人数不够多的话 那可能他们实际上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既然北深可以做得出来 我们其他学校应该还是可以挑得到一些其他各方面资源 比较适合的一起来推动 是 您觉得您当处长推动这会很困难吗 需要有校长们的通力配合 为什么这个这是官话 我是想知道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构想 如果要推 您觉得说会阻力会不会很大 现在说真的 因为各个学校他们关心的议题都各有不同 因为都有一些社区的期待 但是我想能够像曾校长 有他这样理念的校长应该也有很多 所以曾校长演讲的观点拿回去 搞不好校长都没看 我们来看看用考试 有个问题就是说岁募基 刚刚讲到这个岁募基 不晓得说现在南投县 刚刚处长讲有169间学校 那有几间学校有来申请过岁募基 刚校长讲的就是只有他们的 只有北山国中一所学校 因为从105年才开始 105年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我变成说 因为我刚好听到这么好的一个讯息 赶快申请 那其他学校曾经来借过我们的 但是因为他们的量不是很多 就有一些 但是一台那个机器在那边 不常用的话 事实上也是容易就坏掉等等的因素 那更何况其实我们学校这些课程 我们都有在YouTube里面分享 我们都把它做成那个影片 我们从师农教育也有 堆肥也有 我们都有分享 我觉得说这没有什么常识的 是大家都可以 因为教育本来就是一种分享 我们很高兴的就是 因为有一群农友来帮 对对 这群农友真的很可爱 他们来帮我们整地帮我们做一些 因为学校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校园真的也是蛮凝乱 然后就是我们要种东西的话 事实上学校的土壤也不好 但是他们就教我们怎么样去堆肥 改变土壤 对改变以后 然后可以种出很棒的 有二三十位的那些志工农友 他们就不定期的 有空的时候会来帮忙 所以变成说无形当中解决 他们来寄树之导 对 比方说有帮我们除草 就是帮我们整地的 甚至于说因为我们邻近 还有一个那个北山的 那个芭娃狗就是生长菇类的 那一家还愿意提供那个 太空包 给我们 我们要自己去栽就对了 这些农友就帮我们去栽 再来学校 我们又加到我们的堆肥里面 让我们的堆肥更肥沃 去年我们种了洛神 八颗的洛神 可以收成了好几十公斤的洛神 然后也分享了邻居 因为邻居就自动去栽了 因为我们是无人有围墙的一个学校 没有围墙的学校 随时我们学校变成是他们过路的一个地方 每天下 还没有下课就很多人在那边操场 因为我们那边真的缺乏公园 那这边他们就会经过 经过的时候就顺便栽了 我们也分享了 这个事实上 学校也是公共的一个场域 我们是分享 好 想请教校长 处长那一点为难说要推动 你的看法怎么样 您觉得这样推动 真的你帮处长想办法 怎么样来推动 这里面真的处长说的没有错 就是每个学校他所追求的那种 目标导向不一样 那我之所以会以学校这样子来发展 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地方 不断的人口流失 那我跟同学讲 我跟孩子讲说 有一天我很希望说你们在外面学有所成的时候 能够回来 回来怎么样去贡献 那你们可以朝着 我们最多的是什么 土地 那土地是你们的资产 那我只是敢把这些方法跟你们讲 至于你们要不要做 怎么做 那就你们自己去想 因为我也希望说他们有一天做成点滴的 科技的 就不只省水 而且能够环保 又能够造就这个地方的发展 甚至于变成是一个观光果园等等 那都是一个远景 但是重点就在说 你有这样子赋予他们 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有机的 我们所做的都是有机的 那希望说你回去以后 也朝着这个方向尝试的看看 那一定会有所 那至于你说的各校可不可能做 当然有心就有可能 我也是因为我什么都不会 我来学校的时候 刚好是社区跟我赋予我责任 那我是从社区的环境 还有学校的环境来思考说 这个学校所在的地方 有一天会变成怎么样 未来可能怎么样 所以我们的课程里面 有把过去的那些 就是我们的起劳找过来 跟同学分享 过去北山的繁荣是怎么样子的 有三家的电影院又有什么样子 真的想不冲 然后又有酒家又有什么 那这些是一种繁荣的过去 才有着景象 那让他们了解 原来北山曾经发展过 很丰富的一些文化的过去的背景 甚至还有教堂 那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 把过去的历史带给他们了解 然后未来你们要怎么走 这个地方 未来你们想怎么做 这个变成是我们 必须要给孩子去思考的 我们没有就告诉他 你要怎么做 而是给你去有一点点想 给他方法 对 你怎么去思考 对 所以这个变成是以在地化的一个思考模式 来做到我们学校的校定课程 而且是跟生活结合的 我们希望说有一天他真的可以用得到 不要说有一天现在就用得到 比方说校术拿回家就可以做 对 这些类似的 所以我们的孩子也是很可爱 就是说我们鼓励他 我们赞美他 所以他们成长 也就是我们的简系也是一直都有很棒的一个表现 就是说 因为孩子对自己有信心 对自己的学习 就会 我觉得我不够的地方我再来学 所以我在想校长有心 才有办法创造这样子 我相信因为有你的这样做法 处长有压力 然后一眼也会给处长压力 那未来怎么去做可能更好 我想真的是 不过校长这么用心 值得很多的学家去 所有的学家去学习 好 非常感谢今天社会各边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那最后也要请社会各边做一个简短结论 首先叶医院简短结论 我想中的一个政策 作为刚开始都是发祥 既然北三国中已经有发祥 而且已经有十字路的阶段 那么真的要请我们的行政机关 就是教育处 甚至环保局 应该 有可能的话 应该拟定一个目标 那终究其实 人力来讲 不管是学校的人力 经费资源其实都有其极限 那刚才宜君姐也有提到说 如果能够结合社区 或是某一些有 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社团 来把人力资源 挹注进来 也许可能会事半功倍 以上 是谢谢 感谢业医院 我再补充一点 如果有一个幼婴的话 业医院 那我们陈远 好我想呢 现在呢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地球的生态 那孩子在学习的过程 他们要看到的是未来 那我觉得当下 有很多的这些 农费的东西需要处理 特别是学校这些 树叶啊 堆肥 如果能够把它转成堆肥的话 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垃圾变黄金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垃圾要变黄金 这个过程一定要努力 所以我很期待的是 我们的教育处 环保局能够互相配合 让我们更多的学校 跟北山国中看齐 是谢谢 谢谢议员 我们出场的简短结论 我想简单说 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那其实在一个全球短化之下 我们大家希望说 珍惜我们这块生长的土地 那不论说您的学校 您的家户 有没有办法去做到说 我们资源回收再利用 但有一件事情就是 你我我们每天生活都可以做的 这就是垃圾的分类 因为我看过说 所有大概各个国家 其实他们在垃圾处理上 都付出了相当多的经费跟成本 假如说我们今天不玩 包含厨余 然后我们的垃圾里头 也有金 就是说金属类的 然后玻璃类的 或者说其他药品类等等 我们都给它分离开来 然后交给垃圾车 他们在处理的时候 他们其实后端以后 他们可以让他们在后端 再做更好的一些回收 再利用或者其他更有效的处理方式 这个是在我们平常生活里头 就可以做到的事 谢谢 校长给检长结论 好 我想今天这样子一个座谈 我受你们量多了 那刚刚我秘书长有讲到说 教育处这边可以怎么样做法 我是有一个想法 我们有一个环境议题的辅导团 这个辅导团说不定可以 可以就是借重他们的一些力量 还有结合所谓环保单位的一个 然后怎么样去结合以后 然后还有就是在地化的社区的人士 有些人士来一起推动 那会更有容易的加成的作用 谢谢 我想校长搞不好 你在当校长交出来的学生 以后是肥料厂的大老板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四位贵宾提了很多宝贵意见 我们谢谢他们 其实站在我们爱护地球 是希望说我们的一些资源怎么样回收再利用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南投县议会议长何胜峰非常关心这个区块 总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 当然先生我希望能够每一个学校都能够去推动 让我们学校去接受 让每一个校长都有心去爱护我们的地球 我们一起来努力好吗 谢谢你 感谢您收看再会